在先及警戒餐厅也不能够内用 所以餐饮业者要求生 就有吃到饱的品牌 把店面改成了小型的超市 卖起火锅料跟饮料 那么也有其他的店家 是靠卖兵来助长他们的火锅销量 大口吃肉 大口喝汤 想在火锅店饱餐一顿 现阶段仍很难达成 餐厅净内用 期限在拉长 火锅业逆时操作 推卖兵 这是零的冰淇淋 一小杯一小杯 国外进口的冰淇淋 整箱卖火锅业者拼买器 推出买冰 就送火锅套餐 限量卖 营业额逆势成长三成 是被冰淇淋的 所以才来买 7-2盒是卖400多吧 然后这边比较划算 一次量太多了 就是毕竟我们就一家四口 那一次要18杯 有点困难 靠冰品助攻火锅业绩 还有这家连锁店 一进口冰淇淋做卖点 火锅店尽内用 冰淇淋自助吧 吃不到 业者懒客 干脆把冰淇淋和火锅套餐 搭配卖 天气热 冰品反客为主 成为火锅店 另类主力商品 吃豆宝品牌 把餐厅改成超市 除了卖火锅料 卖点还有这些 号称吃豆宝餐厅 才喝得到的饮料 统统都能买回家 疫情期间求生 餐饮业 稀客各出其招 咱们一期晚 林静廷 我小婷